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,获取最新女排消息,请点击订阅。 杭州亚运会作为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办的盛会,吸引了全球人民的高度关注。 作为中国女排的粉丝,我们很关心中国女排的最新消息。 在9月26日的奥运会预选赛中,中国女排未能击身小组前两名,因此无法直接晋级比赛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排将解散或核心球员离队,相反,她们将继续团结前行,为接下来的挑战做好准备。 其中包括即将在杭州举行的亚洲运动会,女排小组赛将于9月30日正式开始。 中国女排的赛程安排如下,10月1日晚上19点,她们将迎战印度女排。 紧接着,在10月2日晚上19点,将迎战神秘之师朝鲜女排。 日本女排国家队将派出两支队伍参赛。 其中,泰国和韩国是主力阵容实力强大,因此,中国女排未免金牌的最大竞争对手可能是泰国女排。 亚运会夺冠与否,也成为了蔡斌最后的底线。 关于蔡斌主教练是否会辞职,目前尚不清楚。 赖亚文在奥兹赛上表现得非常愤怒。 球迷们也纷纷发表看法。 球迷们普遍认为,蔡斌教练在关键时刻表现得过于保守,应该早些时候派上年轻有为的球员吴梦杰和周叶彤。 这样或许不会输给加拿大和荷兰。 另外一些球迷指出,王云露的表现一直不稳定,无法在关键时刻得分。 而吴梦杰则展现出强大的攻击力,她的年轻和活力,以及与朱婷、李莹莹等球员的默契,让人对她未来的前景充满期待。 有人甚至认为,未来的世界第一主攻手可能就是吴梦杰。 总之,尽管遭遇了一些困难,中国女排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和潜力。 10月1日,中国女排就将开始亚运会的赛程。 鉴于主力阵容过于疲劳且伤痕累累,球迷们也对女排征战亚运会也推选了两套首发阵容。 大家看看支持哪一套。 第一套,为了蔡斌宝冠、宝帅位,依然血拼七仙女首发阵容。 由于蔡斌没能完成奥运资格赛,提前拿到奥运门票的任务,球迷们质疑其执教能力,继而喊她下课的声音日益高涨。 如果亚运会再不能夺冠,那蔡斌确实很难交代了。 亚运会没有积分,日本队只是派二队参赛,中国女排的对手只有一个全主力出战的泰国,夺冠的难度并不大。 要知道,前不久结束的亚锦赛女排二队,还跟泰国激战到决胜局西拜,从世界联赛到奥运资格赛。 蔡斌把主力们都用伤了,长达近两个月的征战让李盈盈、袁新月等人身体不堪重负。 但是为了保住帅硬,打消质疑,蔡斌应该还是会坚持血拼七仙女首发阵容,以牺牲主力身体健康为代价,来保住蔡斌的位子。 这个做法对球员来说,还是太残忍了。 第二套阵容,实战,淘汰蔡斌重用的各个心腹,看替补阵容能否夺冠。 主攻,仲慧,吴孟杰,副攻,杨涵玉,高义,二川,丁霞,接应,正义心,自由人,王云露。 这个阵容有蔡斌比较欣赏的,仲慧,丁霞,正义心,王云露。 之所以把王云露放在自由人位置上,就是因为对阵塞尔维亚八扣零重之下,王云露进攻跟天津女排的洋溢差不多,进攻得不了分,反而会成为送分大户。 王孟杰已经28岁了,且有腰伤。 亚运会蔡斌指报了王孟杰这一个自由人,为了让王孟杰得到休整,同时也避免王云露进攻送分,那就用王云露的强项让他打自由人。 用其强项,只负责场上一船,防守吧。 仲慧也是蔡斌重用的终生代之一,这次亚运会让李莹莲多休息一下,看看仲慧与吴梦杰搭档,他的一船,进攻到底实力如何。 丁霞是蔡斌诚心诚意邀请到国家队,用来起到压阵作用的。 奥运资格赛,丁霞几次上场都没起到扭转局面的作用。 虽然陷于当时场上一船不佳,但这位33岁老二船, 我们很难看到他跳船了,丁霞现在基本上是走船了,也就是边走边传球,都快跳不起来了。 郑义欣没有强攻能力,上场后还不负责接一船, 龚翔宇脚踝有伤,还在场上坚持。 亚运会全程让郑义欣主打,看看他攻防两端是否能撑起接应位置。 复攻位置,杨涵玉,高一来首发,明年巴黎奥运会。 复攻位置,带三位复攻的可能性大。 杨,高二人首发,谁在亚运会表现好,谁就留下来。 杨涵玉,还是攻篮全无的话,那没有留队的必要了。 大家觉得,蔡斌敢不敢用第二套阵容? 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全部结束。 除了东道主法国和非洲赛区名次最高的肯尼亚,六支直通奥运会的球队已产生,分别是塞尔维亚、多米尼加、土耳其、巴西、美国、波兰。 亚洲赛区无球队直通,十二支参赛球队还剩四个席位,将于明年试联赛结束后产生。 根据奥运资格产生办法,目前世界排名第六的中国和第九的日本,不仅可以凭借亚洲赛区排名最好的球队入围,也可以凭借试联赛赚取积分占据优势。 此外,意大利、荷兰以及世界排名11的加拿大,都有机会获得奥运参赛资格。 尤其是加拿大,明年试联赛有望从已获得参赛资格,且锻炼替补的强队身上赚取积分。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资格赛最后一轮战胜塞尔维亚赚取8.9个积分,保住世界第六的排名。 要想在明年试联赛获得好成绩直通奥运,不单纯是等待朱婷的回归,培养和锻炼年轻队员才是当务之急。 结合今年试联赛、亚锦赛等系列赛事表现看,吴梦杰和庄影山两人,无疑是主攻线最出色的新人。 吴梦杰在与塞尔维亚的比赛中得到充分锻炼,23扣14中二篮三发得到19分。 弥补老将王云露发挥不佳后,球队进攻点的空缺,更是分担李盈盈的强攻压力。 虽说塞尔维亚血藏部分主力队员,但从吴梦杰的表现和数据看,复攻改打主攻后,依旧具备很强的实力。 此一吴梦杰主接21个一传,一传到位率43%,两次一传直接失误,进攻扣球效率52%,与王云露八扣林中三失误被篮,形成先灵对比。 虽说吴梦杰的下三路保障技术不及王云露出色,但吴梦杰的强攻和篮网更出色。 从球队长远发展看,吴梦杰无疑是比王云露更有培养价值,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不到10个月的时间。 吴梦杰可以利用新赛季排抄联赛和明年试联赛比赛机会,锻炼和弥补自己异传和防守技术的不足,更好解决球队主攻线存在的问题。 至于身高只有182的庄宇山,在今年试青赛不仅率领球队获得冠军,个人也被评为MVP。 同仲慧一样,庄宇山都是矮个子主攻,对阵欧美的篮网难免吃亏。 但更年轻的庄宇山无论是比赛气质还是进攻手法,都比仲慧来得出色。 关键是庄宇山凭借大运会和试青赛的锻炼和证明,确实能够作为球队后辈人才库内的佼佼者,也是球队集训名单中可供选择的主攻人选。 毕竟奥运年才培养新人,除了郎平教练,恐怕没有教练能够有这样的魄力和勇气。 但不可否认,比起仲慧和王云露,庄宇山只对一次在女排一队集训的机会,甚至有望搭档吴孟杰,帮助球队顺利获得奥运入场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